Hello,我是Alex 今天我要快速的介绍MAP考试的考试流程 首先学生先打开MAP的官网 然后在网站这边我们会提供给学生一个登入的账号跟密码 那这个账号跟密码一般学生是没有办法在外面考 需要跟我们的机构要 或者是学校在正式考那边必须才会有 登入进来之后 这边要选择学生的名字 这个下面就是家长或是学生要事先先跟我们报名 要考的年级以及科目 就会出现在下面这个选单当中 在这边按yes之后跟我们通报一下 我们要帮你开启考试的权限 开启之后按箭头就可以开始正式考试咯 那考试就像一般的机考的考试一样 这边可以选择答案 然后下面按next 然后就会跳到下一题 那在这个上面有一些功能键 像这个就是可以highlighter 可以把那个文章里面的部分把它画起来 然后橡皮擦 可以把那个画起来的部分把它擦掉 然后另外上面这边还有这个功能就是line reader 那这个line reader会方便学生如果觉得 那个行数比较宽不好读整行的时候 会乱掉的时候 可以有这个line reader 把它打开之后这个就可以往下移动 那这样就比较方便学生一行一行的读 这样这个是这个line reader的功能 那除此之外还有这个 这个是notepad 那notepad学生就可以在上面去打笔记 然后这个笔记是学生如果要打中文 其实也是可以的 就把你想要编读的时候的想要标注的笔记 就可以把它打到这个notepad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notepad是可以在上面移动的 answer eliminator 这个就是可以学生在做题的时候 如果想要把答案划掉 用删除法的话 那可以在这边点旁边的叉 然后点叉的那个选项就会被删掉 考完试之后 学生就会立刻得到这个考卷的成绩单 Reading的考试上面会分出这三个不同的分数 那这个机考考完试会立刻出分给学生看到的 在这个成绩单的上面还会有lexel range lexel在中文是蓝丝 它是一个衡量学生阅读水平的一个单位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 我们还会再给学生一个pdf的一个比较详细的map的成绩单 这个成绩单是一般学生考完正式考试之后 他会拿回家的那个map的成绩单 这个我们也会付给学生能够带回去 然后了解自己的程度 以及自己的程度 跟其他人的程度的一个相较的比较 这个账号是学生只能登录一次 然后只能做一次题目 所以学生不能再回去review 能够留的就是只有这个成绩单 那如果学生想要把这个成绩单留底的话 可以把它印出来 或者在电脑里面选择save as pdf 那他就可以把文件存成一个pdf 这样可以方便之后 回来去看一下自己的成绩是多少 那如果学生对于考这个考试 有任何问题 或者希望能够做一个map的模考的话 那欢迎随时跟iView也联系 那今天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